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五月底的一天可能是由于我工作压力大又长期不够睡的缘故 当我多次叫女儿洗碗她都不动的时候 我就发脾气责骂她 女儿突然叫她爸爸来把她接走了 她从来都没这样做过 现在回想起来 才知道这其实是神的恩典 是她最好的安排 因为六月中我就确诊感染了新冠状病毒 好在女儿那时没有和我住在一起 发病初期真的很辛苦 全部的症状都涌现出来 我不但呼吸困难 还失去了味觉 并且干咳得非常厉害 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 但我觉得新冠状病毒 比癌症更令我痛苦 得癌症的时候 虽然身体很受折磨 但有爱包围着我 亲人朋友们会来探望我 照顾和帮助我 一个爱的拥抱 可以让我得到安慰 一些鼓励的话语 可以增加我撑下去的力量 哪怕只是递给我一杯水 都能让我感到爱和温暖 圣经有说 在信 忘 爱的里面 最大的是爱 而病毒就像是撒旦的轨迹 把人与人之间的爱都隔离了 没有人能接近我 我也都不敢让人接近我 免得感染其他人 不过我依然感恩 因为正是在这 没有人可以倚靠的时候 才让我更加明白 要完全地相信并依靠神 他才是我唯一的指望 在他的爱里 没有惧怕 在刚被隔离的那几天 虽然我的思想意识知道 神会与我同在 但在心灵上 我却感受不到他的同在 我每次祷告都反复地求问神 说 神啊 你离弃我了吗 还是因为我发脾气 和犯了其他的罪 你在管教我 你有什么功课要我学 求你告诉我 我心里既焦急又挣扎 好想神快些给我答案 患病期间 神让我听到了一位牧师的信息 他说的大概意思是 神喜悦我们多和他亲近 但很多人祷告的时候 常常讲完自己想要的 就着急说阿门来结束祷告 关上了心门 没有耐心去等候神 也没有多用一些时间 去倾听神的声音 去体会圣灵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牧师的话带给我很大的反思 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 每次有事求神的时候 就去祷告跟神说 说完之后 根本没有把心安静下来 去等候神 在这一次患病的经历中 神教导我学习在安静中 耐心地等候祂的回应 帮助我去明白祂的美意 慢慢地 我的心真实感受到了神的同在 同时身体也在被神医治着 神使我看清楚自己的软弱 虽然已经信了主 但当我软弱的时候 仍然还会犯罪 神会提醒 也会管教 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所说的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有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 而最宝贵的是 只要我们真心愿意认罪悔改 神会赦免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改过 祂对我们的爱永远不离不弃 愿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爱我们的神 同时感谢圣灵的感动 让完全没有学过音乐的我 写了一首歌 歌词是 我的主 我爱你 从来未想过放弃 可是当我软弱的时候 我竟想过放弃 我不配得恩典 但你始终爱着我 我的眼泪停不住流下 我知道要为你付出我一生所有 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 无论多少患难 靠着主 我必得胜 终于学会 全心依靠主 心路心语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 三十七至三十九节